你跟共产党 国军有很多 我还是在讲一次 我的国家是中华民国台湾 我曾经是中华民国国军 我怎么可能会喜欢共产党 你不要傻了吧 共产党就是我的敌人 我为什么要喜欢他 我为什么要喜欢他 虽然我对国军多有戒严 但是我对国家是忠诚的 我曾经是中华民国国军 共产党就是我的敌人 我应该 我好像有做过这个影片 我不想要再赘述了 我不是什么共产党来的 我就是曾经中华民国国军 我的国家是中华民国 解放军绝对是我的敌人 就这样 没有什么好说的 因为我是中华民国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不要再双话了 不因为我实施直播 然后就来双话 我在跟大家说明了 就是以前我的老长官 在退伍之后 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那我觉得都OK 我也尊敬他 我也都尊敬他 好像我以前在空车的时候 我在跳伞单位的时候 我非常喜欢我们的司令 叫做高喜配中将 高喜配中将 我非常喜欢他的做法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人本质权能很强 所以我那时候也被他电过 说真的 我曾经被一个少将练过 他那时候中将的时候也在我们单位 对不对 我就曾经被他电过 我就觉得他很强 那时候我非常尊敬他 他也对我多有值得 但是他退休以后 他其实有一点偏红 红色 但是我觉得他就留在我心中的印象 就是很优秀 你说他退伍过后偏红 那是他自己的想法 并不代表他在军中的时候 曾经鼓吹我们怎么样 没有 我给他带过这个中将 高喜配中将带过大概一年多 快两年 他从来没有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思想的鼓动 没有 那他退伍之后 他就他自己是一个退伍军人 你说他有什么政治的想法 或是偏哪一边 只要他不背叛国军都可以 只要他不对叛国家都可以 为什么他不能偏起他 因为我自己是没有任何政治政党的倾向 我自己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政党的倾向 所以我就是一个 就只想为国军基层而言 抱不平的一个人员而已 所以我都会带一些我正确的观念 或者是规定的相关做法 跟大家分享 我希望大家不要再把我 把我跟中共讲在一起了 我的国家是中华民国台湾 我曾经是中华民国的国军 所以不要再 我对国家忠诚 所以不要再说什么共产党 共产党就是我的敌人 没有什么话好讲的 结果今天都没讲完 好吧 那就有时间再讲 如果有问题要我回答的话 就是9点到9点半之间 我还是会开启一个在YouTube频道里面 再开启另外一个直播 是专门回应大家的问题的 所以现在这个阶段先结束好了 如果抖音上面有朋友需要看我问题回答的话 可以到YouTube频道里面 来看我问题解答 那今天第一个阶段的直播 就先到这边结束了 那我们待会 昨天半见 拜拜 by bwd6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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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